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不要纠结于其中的对与错 特别对于我们医生来说 只要能坚持住底线就够了 九死扶伤 对 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甚至需要花费一生的精力去做 也许直到最后 我们才能体会到 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谢谢老师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有的怀疑和动摇 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能做的 就是埋头苦干 治兵救人 来 昏迷多久了 八年了 你是家属 我是她妻子 帮她先指下写 医生 我老公她 她情况现在来说比较稳定 具体什么情况需要再做些检查 走吧 先给我指写 去联系一下CT室 好 腹内有出血 皮玻璃 风险量很大 去联系普外 准备皮解除 好 好 护士长 主任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 我正式回来上班 那 那仙云她 多亏了小光 她现在啊 成天忙着做她那个教学视频 你根本没空管我 我在家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只能灰烈烈地回来上班了 那 那能行吗 老潘照顾得比我好 好 我本来想着你没有这么早回来上班 在家里好好照顾仙云 你既然回来了呢嘛 那就好好工作 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直接跟我说 主任 放心吧 仙云现在状态好着呢 护士长 好 欢迎你回来 好 好 好 想我没 想死你了 医生 她不会有事吧 手术比较成功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那她什么时候能出院呢 这个不好说 要看患者的恢复情况 皮破裂比较复杂 建议在医院多观察一段时间 晓芬 你头怎么样了 严重吗 你检查了没 没事 建光 我不小心磕了一下 额头出了点血 额头上的事 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万一溜八怎么办 医生 你看她这边还需要什么检查吗 我 我去交费 建光 我真的没事 放心吧 该检查的我们都检查了 没发现什么问题 那就好 那就好 患者这儿要是有什么异常 再来找我们 好 你怎么好好的从床上摔下来了 我跟护工想给他换个床单 心里想着咱俩的事 你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 这个患者是植物人 平时你们多留意啊 看什么呢 你不觉得这个场景 特别诡异吗 病床上堂 这一位婚离了八年的丈夫 而病床边 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 还有点暧昧 细思极恐 都说酒病床前无效者 我看以后还得加一句 酒病床前无夫妻啊 毕竟守着一个植物人 八年换谁谁受得了 不过 这个男人也有可能是 这个妻子的亲属 比如他哥 哥 一看就是情侣啊 你们俩可真嫌 怎么可能是亲属啊 对吧 也对 有没有 他人在哪里 你没得过 你还没得过 他人也有可能是 这是哪里 我还没得过 你还没得过 你还没得过 他人在哪里 都在哪里 我可以 你还没得过 我还没得过 就算了 我还没得过 这个可以 就这样 徐老师 五双患得醒了 这哪睁眼了 这不闭着呢 刚才真的看见他睁眼睛了 我把手放在他面前 他醒了 我刚才看见他 但是外界刺激还是没有反应 应该是看错了 徐老师 我是亲眼看见的 我跟他张手的时候 可是你亲眼看错了吧 徐老师 即使是睁眼了 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并不代表真的醒了 我跟他张手的时候 我真的看见他醒了 主任 我真的没有说瞎话 我真的看见他醒了 理论上来讲 一般这个植物人啊 身体遭到撞击之后 醒过来的病例 非常的罕见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啊 主任我知道了 一定是患者这次意外受伤之后 他才醒过来的 刚才我特意和依然 又去检查了一遍 实在是没有看到 他有这个复苏的迹象啊 徐老师 我真的看见患者醒了 可能患者 当时真的有短暂的清醒 但那只是个偶然现象 现在患者 还处于一个植物人的状态 所以你没必要去纠结 他到底有没有醒过 是 依然说得没错 回头如果真的醒了 咱们再说 先忙着吧 浪费时间 喂 帮我倒杯水 我真的看见了 你不下班了吗 准备回来了 徐老师 我相信他一定会再睁开眼的 吵摸了你 徐老师 你相信我会成为 一名优秀的医生 做出一番大成就吗 谁又刺激你了 我相信 爹 好啊 霐 teas Common 人呢 您快看 他在那儿干吗呢 不知道 我听护士长说 他昨天晚上就一直这样了 一有空就过来坐着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患者家属吗 十三号床 你再给他补四个单位的胰岛素 五川换车醒了 醒了 真醒了 走 陈志 你磨正了吧 你别走啊 你还想干吗呀 他真的醒了 醒不醒我们自己能看得见 你们别看眼睛 你看这儿 真的在动啊 我去报告陆主任 他 他醒了 那倒没有 我们给患者啊 做了脑电图 他显示出了正常的脑电波 那么也就是说 他苏醒的几率还是有的 这是什么意思 那他到底会不会醒 就是基于患者的 现在这种情况 经过有效的治疗 他苏醒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你们家属要赶紧做出决定 我们马上进行治疗 我怎么觉得家属不想让咱们治疗 姜超醒了啊 小范儿 陆主任 我想问一下 姜超苏醒的可能性得有多大呀 苏醒的可能性很大 这很大是多大 陆主任 您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数字 比方说百分之六十 或者百分之七十 那就要看你们到底想不想让它醒啊 百分之百 百分之零 都有可能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病人家属 是这样的 你想要个确切的数字 我没有办法给到你 我只能说 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大 我是说你们采取的治疗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比方说用的药物 对大脑会不会造成损伤 反而导致它彻底真的 就醒不过来了 你们想要这样的药啊 我帮你们介绍啊 海叔 是这样的 你们放心啊 我们肯定会采用 最安全的治疗方案 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 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也希望你们家属 尽早地商量 然后我们也尽快地 给病人做出治疗 好吧 那这样 我们再商量商量 我会问你 抱歉 您等一下 方便聊聊吗 您这就回去了 小文留下来 照顾李江超就行了 我准备回去上班了 医生 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我是想冒昧地问您一下 跟郝文女士的关系 不瞒您说 这几天我叫了几个朋友帮忙 本来打算 昨天晚上向她求婚的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 李江超出了意外 求婚 郝文女士跟李江超先生 他们不是夫妻关系吗 她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了 结果很快就会下来 律师也说了 像她这种情况 法院是支持离婚的 你要是求婚成功了 那患者怎么办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我给她找了个福利医院 条件挺不错的 安月给钱 而且那边也答应收留她 可是现在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 晓雯的责任心太强了 即使她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 她心里 没有完全放下 这么多年 无论我 我怎么向她施爱 她都没有答应 她还是坚持自己一个人 照顾李江超 我实在是没辙了 所以我就想要不 直接向她求婚试试看 你是说你们打算把患者 就扔在福利医院不管了 谈话 我看不惯还不能说呀 那你们让她怎么办 难道守着她那个 活死人老公过一辈子吗 你先别生气你 这 你真正是 你真正是 我还不想要 女人 你真正是 这 我 真正是 我们 现在 我们 我们 那 我们 那 我们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真香啊 今天怎么做那么多菜呀 护士长 这菜不是我做的 我今天忙了一天卫生 贾老师说了 一定要用这个消毒液 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 对 我要求的 这些菜呀都是我做的 什么 不信 我跟你说啊 贾老师忙活了一整天 我除了买菜别的都没插手 他这洗菜 切菜 炒菜 都是一个人干的 今天什么日子啊 你心思下厨 没有 我就是随便看了个做菜的节目 一时兴许来潮 我不也是好几年没做过饭了吧 看看这手艺啊 退步没 你赶快过来尝尝 来 看你这颜色就好吃 快尝尝 我先去洗手盛饭啊 快点啊 小师啊 我先回去了 好 老潘 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啊 不是 我家里有事 你们吃吧 好 辛苦了啊 没事 路上注意安全 拜拜 来来来 快尝尝 你快尝尝这个小油菜 跟以前的味儿一样的 我可有年头没吃过了 怎么样 好吃 好吃挺挺 你再尝尝其他的 还是当年那味儿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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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吃 那我吃 我吃点肉 我爱吃点肉 那个小山 你今天别收拾了 明天让老潘洗就行了 你干吗呀 救手的事 来来来 你别救手 救手 你先放下 我找他有点事 你先坐下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没有 我呢 跟你说点事 你先别激动我啊 我没激动啊 说吧 你先听我把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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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俩这些年 从开始认识到现在的照片 翻了翻 想起很多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吗 那天特别冷 我们俩约好去看电影 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看见一只流浪口冻死了 你哭得特别惨 最后连电影也没看成 当时我就觉得 你很善良 我想这辈子 就你了吧 后来我带你去北京旅行 那时候没钱 到宾馆开了一个最小的房间 单人床 我说我睡地上 你睡床上 你骗不肯 最后我们俩 一起睡在那张单人床上 睡到后半夜我掉床底下了 你磨磨叽叽说这些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先听我说啊 后来你工作了 当护士了 我当时特别不同意 我认为你太善良了 心思又那么细腻 成天看那些病人生死离别的 对你是一种折磨 这么些年过来了 你从一名小护士 现在变成一个 大护士长了 你学会了坦然面对 学会了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职业素养吧 可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 当你把白大罐脱下来的时候 我想告诉你小珊 你看 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就是和那些医院里的病人家属 是一样的 你没有必要承受那么些压力 以前我不懂 当我出车祸的时候 我认为我世界上最惨的人 老天太不公平了 你伺候我是应该应分的 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这些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 你在工作里 在家庭里承受的一切 这是自己的一切 你知不知道 你吗 我不是怎么样 我方处就他去看 也不会обр岁儿 你不会送我 太不公平了 你知不知道 我读得了 我正想知道 我好处说 你也没有人 因为你真的 你就得生饱了 我最后处是 我最后处逃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个慢性咳嗽是由鼻后地露综合症引起的 医生 这是什么病 严重吗 没事 开些药就行 老师 那个之后人患者醒了 醒了 可是大家都在家里面 你这时候有什么不散 我不是你去过去 你去吃那里吃了 就吃你就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你就吃了 我吃了一边吃 我吃了一边吃 produks 是不是想见什么人 想见你老婆 我刚看到他老婆就在外面 我去找 先别担心 江超他 醒了 患者想见你 小凡 妈 叫不我陪你去吧 你在外边等我吧 江超刚醒 他不会想见你的 我们先别刺激他 我最近想了挺多的 我觉得 我有能力一个人面对他 你放心 你先不要激动啊 你先不要激动啊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说 准备戒酒了 让我原谅你 跟你好好过日子 江超 你仔细想想 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每次酒醒之后都这么跟我说 我都能背下来了 他们都说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不管怎么说 这八年是我对不起你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但你不要再到得绑架了 这半年我想得很清楚 你昏迷前 口口声声说 我跟建光是见夫淫妇 但那时候我跟他 根本都不算认识 要不是他拦着你 今天躺在这儿的可能会是我吧 这八年 我该还你的 我还够了 别 别太激动啊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你写在手机上呢 你写在的时候 你看 你写在手机上 你写在你身上 你要报警 他醒了 他要报警 该来的总会来的 我跟你一起面对 一会儿警察来了 我 我们怎么办呀 小文 你有没有想过 这份责任你已经背负了八年 你也忐忑了八年 今天终于可以放下了 记得八年前 我们还是邻居的时候 就总能听到 李江超因为事业不顺 喝多了拿你出气 其实那件事情也不能怪你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所以才冲进去 要不是那样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你也是为了保护我 他那天喝得烂醉 早就没有理智了 他不光怀疑咱们两个 他还动手打你 我当时害怕极了 我要是再不拦着他 他就要把你打死了 我才随手拿了一个花盆 砸了他 本来以为只是晕倒了 可谁成想这一躺就是八年 是啊 一转眼都八年了 我们俩也因为这件事情 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我才知道 这八年 你吃了太多苦了 谢谢大家 因为现在怎么可能 就终于人家 争了 这么高了 我得到你们 所以我才能说 准备了 什么 不窄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不休息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放心就来看看了 小医生 你真是爱岗今夜的模范 小光不是今天出院吗 走了吗 还没呢 正在里面生闷气呢 他怎么了 白医生本来是说今天办了手续之后 就带他去游乐场吧 可是突然来了一个严重烧伤的患者 白医生就去接诊了 你别说是去游乐场吧 不计出院手续也得等明天 行 那我去看看他 那我去看看他 这小嘴角的都能挂个油瓶了 我爸说话不算数了 他就是个骗子 我以后再也不会想见他了 那他也不能把患者拒之门外对吧 可是这么多医生就他一个人忙吗 徐叔叔都说了 地球离了他还不转 说明你爸呀 医术精湛 你应该骄傲才对啊 小阿姨 你别替我老爸说好话了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想见他了 说什么我都不信 那这次去不成 下次再去呗 小阿姨 你是不知道我老爸这个人 他就是个控制狂 除了上学 他才不会让我出去玩 我都好久没去过游乐场了 要不是因为我生病了 他才不会答应我 这回去不成了 以后更没心 你爸呢 他肯定也是为了你好 他也是担心你的病情 你想想 游乐场有那么多人 有些娱乐设施还有危险性呢 万一你磕着碰着 流血了 怎么办 可是我如果心情不好 一样会影响病情啊 他就是自以为是 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小阿姨 要不你带我去吧 我可不行 小阿姨 求你了 我都好久没去过游乐场了 你爸是不会答应的 没事 不告诉我老爸不就行了 求你了 小阿姨 求你了 好久都没去过游乐场了 我好快 赶紧 小阿姨 赶紧的 想玩什么 我要小玩 泡泡车 泡泡车 嗯 走 行 就这样的 好 行 就这样的 白老师 萧医生让我跟你说 她在小光夕游乐场 我叫你别担心 去游乐场 谁同意她这么做了 萧医生找过你 可以你再接诊的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去玩好不好 我还能玩这个墨镜与呢 可以可以可以 小光 老爸 你怎么样 别检查了 我没事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你跑出去玩 老爸 我们今天玩可开心了 白医生 还有你 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 你私下把 把一个生病的孩子带出去 严重威胁他生命安全 在国外 这属于犯法了吧 对不起 不是 老爸 不怪萧阿姨的事 是我自己求萧阿姨带我出的 白医光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别想着去游乐场玩了 老爸 走 白医生 小光 你先进去等一下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老爸聊一聊 那你俩别吵架 快进去 你 回头再跟你算账 鞋带 鞋带 白医生 你知道小光私底下怎么称呼你吗 专横 控制狂 我们两个无话不谈 这些话他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 他才真的是无话不谈 但我相信 你没把他的病情告诉他吧 跟你有关系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控制他 这样管着他 他应该有自己成长的空间 他是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 我知道 他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 但他已经八岁了 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 他也有权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过快乐的童年生活 如果一点都不高兴 一点都不快乐 活在就有什么意义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他怎么就不开心了 怎么就不快乐了 这有意思 老爸 今天下午小阿姨都对你说什么了 我看你回来的时候都带肉骨鸡了 这成语是这么用的吗 你老爸我是鸡 那你是什么 小鸡啊 不管小阿姨说什么 说的肯定很有道理 不然你也不会带肉鸡鸡 行了 快吃你的饭 别刚学会一个成语 就翻来覆去的用 最早了 我还得跟你说说 今天下午 你真的错会了小阿姨了 真的是我求了小阿姨好久 她才通缉带我去的 她是说当时想找你商量商量 可是你当时不是在接诊吗 我在深山老爷也接诊吗 找我商量家有多难 陈朱叔叔本来是想找你去商量商量的 可是小阿姨说 你接诊的时候 不许晚别别人打扰 所以就没去 还挺了解我 丑把你给高兴了 谁高兴了 你赶紧吃饭 别看了 快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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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萧医生 我还是想说 小光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他是一名患有严重的 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 哪怕是一次很微小的受伤 都有可能给他带来 一个很大的伤害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今儿没和我商量 就把他给带出去 这是非常错误的 这件事 我确实考虑得不太周全 我跟你道歉 态度还不错 你记住了啊 下次千万不能这样 所以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吗